本期话题 假性包皮过肠是什么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假性包皮过肠 对于我来说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我不知道这个网友是怎么理解的 将来说我们说包皮过肠 就是包皮呢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就是青少年 就青春期以后 阴静的龟头应该逐渐裸露在外 如果说我们说包皮覆盖龟头 那么的话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包皮过肠 包皮过肠来说呢 实际上来说我们临床医生 更喜欢把它分为 就是我们完全性包皮过肠 或者部分包皮过肠 完全性包皮过肠 就是你这包皮 那所有的包皮完全覆盖龟头 龟头一点都露不出来 这叫完全性包皮过肠 那么还有一种叫部分包皮过肠 比如说病人有一部分龟头 可以露露出来 但是呢就是大部分 可能还有一部分 那龟头呢裸露不出来 我们这是叫部分包皮过肠 那么临床上来说呢 我们说实际上来说 最主要如果我们尿到外口 能够裸露 这样对我们的整个生理影响 就不大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就会 그래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